巴黎奧運其實也是AI科技的練兵場 請誠言帶我們看 像這一次日本體操隊可以擊敗中國 靠的就是AI 這一次日本隊上演的是大驚奇的一個逆轉 因為原本中國隊是一直領先 那我們必須知道在這個項目當中 奧運男子競技體操團體決賽 日本其實睽違金牌八年 所以這當中他做了什麼努力 大家才發現說 你怎麼會拿下體操團體金牌 幹掉中國隊 當然中國隊自己出現失誤是一個關係 可是日本對表現非常平穩 大家才發現說原來這一次 他們一直以來都用什麼AI在訓練 靠AI訓練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訓練 就是比較土法練鋼 你上去做各種動作對不對 然後教練在旁邊看 然後告訴你動作的一個缺失 然後你在重複的練習 不斷重複的練習 全部都是苦工 可是這一次他們用的是什麼 AI 不管你說他用這個攝影機 還是用雷射來測定整個立體的數據 然後告訴你動作 有哪邊需要去做調整 你要怎麼樣去調整 會做得更好 甚至有很多地方 可能是你肉眼的角度 在觀察的時候容易誤判的 都透過AI的方式 所以這一次這樣的一個訓練 讓他們拿到金牌 我覺得其他各國 可能未來就會特別去注意 原來我們要這樣去訓練 我們的體操選手 另外一個讓人感到佩服的 其實是南韓的射箭隊 包含女子是十連霸 男子是三連霸 很多人說跟鬼一樣 準到跟什麼一樣 我跟各位講 我本身也有在做射擊 它是射箭 我是槍 其實射擊的部分 你的動作要穩定之外 不是說你瞄準哪裡 就一定能夠打到那裡 你只要呼吸或是動作 一點點的偏差 都會有誤差 就誤差 他們說9分以下就不及格 而我是只要能進到圈子裡面 就OK了 能打到拔子我就很滿意了 所以你知道 他們一直在做模擬的訓練是什麼 利用AI去模擬那個 譬如說風 環境 然後甚至還做了一個 AI射箭機器人 讓他們去觀察說 怎麼樣能夠射得準確 這是現代機器人做的 所以你看